接下來這位大家要幫他加加油 這是在新竹的鳳凰志工叫做徐文鈞 他當時在行經國道一號苗栗路段的時候 看到前方的休旅車疑似抱胎翻腹 連忙下車救人 卻被後方的車子追撞 現在還在喊死神把河 你要不要先治療 他血壓要注意喔 媽媽癱軟無力 因為自己的女兒原本需要救人 結果反倒被追撞 第一時間接到女兒的電話 當時徐文鈞還是平安的 說看到事故要熱心上前幫忙 結果第二通再次接到 電話那頭的徐文鈞不但身受重傷 還直喊真的很痛 他說我車禍 可是妳有怎麼樣 全部拿著翻車把我開翻車 他也被撞嗎 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沒有 二十八號深夜 全家人不改合眼 徐文鈞當時下車上前幫忙 被追撞 夾載自己的車和護欄間 被推行了十公尺 左大腿大片肌肉撕裂 骨盆上破裂 腹腔內出血 現在還沒脫離險境 爸爸也是 爸爸異鄉嘛 對 你們都什麼時候做鳳凰志工 爸爸做了異鄉的因故 然後就是跟著當鳳凰志工這樣 徐文鈞救人的使命感 來自志工家庭 媽媽是徐守隊員 爸爸和弟弟都是異鄉 就連他自己大學畢業後 也已經當了八年的鳳凰志工 好心幫助前方休旅車一家人 順利脫離危險 但現在自己還在家戶病房 親友們只希望好心有好抱 祈求徐文鈞能平安 積楓知名苗粒 先从报道